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做人最掉价的三种行为 希望你一个都没有 生活中总有些人高估自己的位置和才能 摆出一副傲娇的姿态 却不知这样只会让人心生反感 进而远之 与人交往 最计没有分寸 自视甚高 做人最掉价的这三种行为 希望你一个也没有 一 仗着关系好 就不把自己当外人 周国平曾说 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界限 这界限是不清晰的 然而又是确定的 一切的麻烦与冲突 都起于无意当中想突破这界限 再亲近的关系 一旦越界 就意味着冒犯和打扰 时宜上有这样一组漫画 蛇佑瞥见小美新买的电暖宝 扭头就问 这么好看 给我吧 你再买一个 闺蜜打电话给小美 理直气壮地问 我在超市买的东西太多了 提不动 你能不能让你老公开车来接我 同事找小美借钱买房子 小美表示自己没啥存款 可同事不依不饶 你妹妹家不是挺有钱的吗 你为你妹妹借点呀 邻居大婶知道小美失业在家两个月 每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不是婶婶说你 你这样赖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啊 关系再好 也不能肆无忌惮 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失了分寸的交往 只会给别人带来困扰与烦恼 邦达列夫就曾感慨 人类一切痛苦的起源都源于缺乏边界感 人和人走得太近 是一场灾难 那些好的关系都自带边界感 不要仗着关系好 就不把自己当外人 一个人最好的修养 就是学会见外 彼此留白 只有把握好交往的分寸 才能体会到细水流长的深情 二 仗着见识广 就总把自己当老师 孟子曰 人之患 再好为人师 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 自视才华过人 就喜欢对别人的言行指手画脚 其实这种行为只会令人生艳 避而远之 微博上有一女孩 在相亲时认识了一个男生 因对方谈吐大方 彬彬有礼 便有了好感 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但在日渐相处当中 女孩发现男方总是好为人师 喜欢对她的所作所为 指手画脚 有一次男生问她 如果同事故意刁难你 你该怎么办 女生回答 我会用开玩笑的方式 委婉地怼回去 没想到这个回答 引出男生喋喋不休地说脚 你这样做不对 对方根本不会在意 你还是太年轻 不太会处理 应该这样做 就这样 男生给女生讲了很多 自以为是的经验之谈 最后她还一脸得意地说 有过来人告诉你经验 以后你能少走多少万路 你看认识我是不是感觉捡到宝了 女孩早已听得不耐烦了 但还是礼貌性地笑了笑 等和男生分开之后 她便果断地和男生断了联系 在与人相处当中 千万不要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去指点别人的所作所为 这样不仅不会帮到别人 反而会让关系越来越相 在十三腰谈起与年轻一代相处时 钱里群教授这样说道 不做导师 不给别人指路 我只是不断地提出各种思考 让年轻人去想问题 不了解 就没有权利去批评和指责 不要仗着见识广 就总把自己当老师 保持谦逊的心态 多尊重别人的意见 才能让关系越来越融洽 三 仗着平台高 就太把自己当回事 入江之经说过一句话 很多人常常拎不清 误把平台的资源 当作自己的能耐 误把平台的成功 归功于自己的本事 错把平台当本事 最后收获的只会是失望 多年前 一位音乐家和朋友外出旅行 两人沉迷于沿途的美景 但在中途换乘时 他们不小心将行李 遗落在火车上 身无分文了 只能逗留在车站 为了能继续旅行 两人不得不想办法筹钱 值得庆幸的是 音乐家的小提琴还在手上 看着交集不安的朋友 音乐家自信满满地安慰道 你放心 等我在这里演奏一曲 自然会有人捧场打赏的 说完 音乐家便取出小提琴 认真表演起来 朋友记起 音乐家曾在著名音乐厅 演奏过这首曲子 当时一票难求 坐无虚席 他觉得音乐家在此处演奏 一定会有很多人围观支持 自然就有钱了 想起这里 朋友便放心下来了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一曲作罢 不仅围观者很少 打赏的人更是没有 而旁边的小贩 不耐烦地冲他们叫嚷着 要拉去别处拉 不要影响我做生意 一时间让音乐家尴尬不已 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把平台的影响力 当作自己的实力 可直到他们离开了平台之后 这才恍然醒悟 原来别人崇拜和仰慕的 是你的平台而不是你 就好比一只麻雀坐上了火箭 快速地从一个大洲 飞到另外一个大洲 便以为自己 已经具备了 划时代飞行的能力 没有火箭的强大助力 小小麻雀 又怎能见到不一样的风景 有段话说得好 别把运气当才华 别把平台当本事 有智而契合 思为大智 有财而幸还 方为大财 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仰仗平台的光环 而是发自己的光芒 杨蒋先生说 人这一生 无非就是认识自己 喜恋自己 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 只有正确认清自己 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处理好人际关系 无论你学历高低 或贫或负 都不要高估自己 本领再多 对别人指指点点 只会让人心生反感 关系再好 不动分寸 也会渐行渐远 为人进退有度 谦逊有理 才能收获高质量的社交 点个再看 如此 你的人生才会越来越开阔 境遇也会越来越好 不动分寸